现在是8月份 今天我们在的是Northland Nursery 这是一个花店家苗圃 它有个好听好记的名字叫799店 这里所有的植物都是一家轮 所有的一家轮的植物都是7块9毛9 再加税 花店的地址会放在下面的说明区 太大了 说不完 实际上现在说的都是我喜爱的木本灌木植物 后面可能就快了 别着急 绣球花 虽然这种Macrofella 这种大类的在多伦多地区 有很大的难度复化 除非像过去这个暖度 但是还是能吸引不少人 特别是当看到这个照片以后就忍不住 还加上名字Game Changer 但是提醒一下 它这牌子底下卖的不是这个品种 你要看清楚 这些明显是Oaklyffe 相叶绣球北美原生的一个品种 有可能这几盆剩下的是 这里有很多玉兰花都是有名字的玉兰 小苗长得很旺 我猜啊有可能八成是千叉 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这个说明区 这个照片有可能褪色 但是说明区里的信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除了这个描述以外啊 最重要 比如说它的高度啊 日照需求啊 耐寒啊 很重要啊 还有下面这行字也很重要 仔细读 我不帮你读了 每个牌子上还不太一样 这里的植物很多都是授权 经过授权牵插销售的 而且还有专门的牌子 你买这个花的时候 如果带着牌子别忘了带上 这些都是一家轮的 别看这小哈 但是都挺健康的 或者你找那最健康最旺的 长得挺快的 我的天呐 看到这个了 KIMONO还记得它吗 老观众都应该知道了解这个 而且它的高度只有两到三尺比较矮小 这个花开起来厌极了 是经过授权有牌子的 就是这么漂亮 上次我说完以后 第二天就被抢空了 再强调一遍 这一个一家轮的是799一盆 8块钱一盆 上次说两家轮的开得很旺 30块钱 估计如果生长顺利的话 三年可以达到尺寸 一年10块钱 说到这再提醒一下 多伦多地区对这种大业 这种Macrophylla这个品种 这一大类的是既爱又恨 为什么呢 别看花开的美 它底是在开花的情况下才美 在多伦多地区正常年份 只有欣赏叶子的 只有欣赏叶子的份 要保护过冬 怎么保护 不愉快的事情先放在一边 太美了 先假定年年都是暖冬 我的天哪 那可受不了啊 好 不愉快的事情先放一边 漂亮吧 看到这么漂亮的花必须要再提醒一下 无尽夏可不是唯一的选择 比无尽夏漂亮 或者和无尽夏不同的花有的是 木槿Rosa Sharon 它的特色不仅仅是它的花漂亮 你看它的叶子 只要一长叶子像开了花一样 波波 这是矮小的锥形绣球 一加轮盆子 记得在Costco卖两加轮很大的一个开着花的 才十块钱 看看这个Everlasting Crimson 这个照片有问题 它应该换一个没这么难看很漂亮的花 Let's Dance 哇 这么多品种 这是Proven Winner的 这还有Tiny Tough Stuff 对不上了 这没有 这点对不上了 这个牌子倒下了 很漂亮 所以说这里特别适合 喜欢收集的朋友 看看这个 We be the Giddy 这么红 换个口味看看 铁线莲 戴安娜王菲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品种 开出的小花非常cute 不是那种大花的 是小花的 小喇叭花 说明区很有意思 它既可以像铁线莲 既可以做ground cover 我们印象当中它应该是爬藤的 它可以作为地背植物 另外一个你看它写着 春天的时候给它修剪一下 能开两拨花 再看看这个 对吧 这什么吸引我呢 白花没什么特色 这名字吸引我了 Yokiko Maki 往往有日本名字的铁线莲 开出来的时候非常有特色 我见过好几种 看看这个说明区 有兴趣的朋友 截个屏 金银花 这个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金银花 你看它花瓣的时候是 我们通常说到金银花花瓣是黄色 或白色 它这是红色的 它的香气也不如我们通常说的香气那么浓 但它也是有香味很好闻的香味的金银花 Climbing Hydrogenia爬藤绣球 你看这个这么漂亮的吗 爬满整个一个墙 再看看这小苗 爬藤绣球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长得慢 什么时候才能爬满墙 好了 这个花瓣的小花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去往搜索石针家花店 或者石针家花瓣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的 这是个养花园里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